西北市議員陳錦定 與中和區中校禮里長呂秋冬 日前在華新街舉辦捐血活動 里長還特別準備了一包包的雞蛋 希望可以鼓勵熱心捐血的民眾 捐血一代就人一命 希望大家能夠多來捐血 我們也非常感謝我們陳錦定議員 每一次捐血都提供金錢物足上的資質 同時我們要呼籲 我們所有年輕人的健康的血 我們是非常需要的 里長表示為了鼓勵年輕人捐血 所以特別配合年輕上班族的作息 將捐血活動安排在週末 希望民眾可以踴躍捐熱血 捐血我們就選擇在禮拜六或禮拜日 因為才能夠配合到我們的上班族 因為上班族的年輕人 血是比較健康的 捐血令人立己 平時看到捐血車不妨停下腳步 玩起袖子將熱血化為愛心 提供給需要幫助的人 作為天空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在西方的視頻 看兩點 ающая蝸包 有眾人 這個